大家好,我是谷宋盛 今天的大盘收盘的时候涨了60点 这一个盘又来到了9900点 我要告诉各位 从下个礼拜之后 这一个盘它的涨势会越来越弱 上涨的股票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逢高减码向下操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王良会告诉各位 我下个礼拜的一个规划 我下个礼拜所要进行的操作 如果你有兴趣 我也欢迎你们跨出这一步 来加入王良操作的行列 这一次王良在1100点带货人去放空 在11186点带货人去放空 在11073点继续带货人去放空 对不对 结果这一个盘从11073跌到哪里 跌到了这一个9400点 大盘从11073跌到了9400点 跌掉了1673点 那这个盘跌掉了1673点 我请问各位 它有没有可能产生跌升反弹 那如果这个盘反弹上来了 接下来你以为它能够再占回到11000点吗 你以为这个盘还能够创新高吗 请你们想一想 现在这个市场有能力去买股票的散户 它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在过去的这一段行情当中 受伤的人它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其实答案是很清楚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盘的反弹 其实它是有极限的 这个盘的反弹 它的空间是不会太大的 而且终究还会再破底 因为这是一个空头市场 那么既然如此 我跟大家说 你手上有股票 利用反弹 应该要卖应该要出 如果你想要赚钱 其实应该要把握住 还能够卖 还能够放空的一个机会 甚至于我要跟大家说 总有一天王良也会做多 王良也会带会员下去买股票 可是绝对不是在大跌了之后 立刻下去买 绝对不是反弹上来 赶快下去抢反弹 我跟各位说 绝大多数的散户 在多头的时候输在摊 空头的时候输在急 什么叫做输在摊 什么叫做输在急 如果你之前都没买 看到这个盘涨到了一万点 是不是忍不住在一万一会下去追 对不对 是不是看到股票涨停满的时候 会想要去锁 那叫做摊 因为怕自己赚不到 结果就算还会涨 稍微震荡一下 一样被洗掉 因为是在追高 在空头的时候 我跟各位说 因为前面输太多了 所以现在心里面会怎样 会想要急着去把钱给赚回来 你看王良有急吗 王良这一波带会员创造了这么大的绩效 创造了别人无法超越的操作绩效 对不对 为什么好急的 可是在前面输的越多的人 现在会越急 所以一看到反弹 又急着想要去追 或者是看到大跌之后 股票大赔之后 反而怎样 急着想要去放空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这样子做绝对不可能会赚钱 你们再看下去 大盘 今天反弹到了9900点 对不对 这个盘 从11073点 跌掉了1673点之后 今天反弹上来 王良在这里 郑重的对大家宣布 下个礼拜 我要做什么 利用这个反弹 我会协助大家出清持股 这是我在过去的几天 就告诉过各位的 对不对 而且我不但利用反弹 帮大家来出清持股 我还要全面去放空 高价股 还有呢 高本益比 还有呢 高融资的股票 还有呢 投机炒作股 这个盘反弹上来 利用反弹 王良会协助大家出清持股 我同样不希望 你们卖在最低点 我同样希望这个盘 或者有些股票 他能够涨个一成 涨个两成 那你的损失减少一点 对不对 那你能够多拿回 10%的钱 20%的钱 可是再来呢 王良要全面来放空 高价股 高本益比 高融资 还有投机炒作股 而这一次 大盘跌到 940点之后 曾经 10月31号 涨了276点 昨天呢 涨了42点 今天呢 他又涨了61点 对不对 那这个盘反弹上来 我跟各位说 绝大多数的散户 其实呢 还是套牢的 其实呢 还是赔钱的 所以这个盘 他不可能 都不用休息 然后呢 就V型反转 破底穿投 创新高 我问你 这有可能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经过 这一个过程 可是大部分的人 都太急了 所以呢 会急着冲进去 也许你想要买股票 也许你想要放空股票 我跟大家说 这一波 如果你做股票赔了钱 我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想一想 到底未来该怎么做 你才能够逐步的 去扭转 你操作的命运 你才能够一步一步的 重新去累积 你的一个获利 这一次大盘跌升反弹之后 我告诉各位 产生了很多现象 其中一个是什么 其中一个是呢 当冲发烧 当冲发烧 光是在昨天上市柜 当冲的金额呢 高达五百六十六亿 请问你今天去追国具 能赚钱吗 请问你今天去追 郁金光能够赚钱吗 那为什么 当冲的金额 会冲到五百六十六亿 原因在哪里 我先问各位 什么样的人 他会选择当冲 是有钱的人 是赚很多的人 还是呢 没有钱 没有能力的人 还是呢 输的非常非常多的人 当你输到没钱了 我跟各位说 怎么办 只好做五本生意 对不对 只好做当日冲销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长期下来 我告诉各位 我郑重的告诉各位 当日冲销 到最后呢 一定会衍生出 非常庞大的社会问题 结果呢 已经看到了 我真的很不忍心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做股票 请你们要脚踏实地 请你们要有足够的资本 请你们要能够流仓 请你们要能够做波段 不要老是想要靠这个当冲 然后呢 来一夕致富 越多的人做当冲 代表这个市场的活力 非常的旺盛 还是代表 这个市场很多人输到没有钱了 然后他才要去做当冲 如果是这样子 我请问各位 这个盘 他真的有明天吗 你们再看下去 在今年的十月 连股神巴菲特 他也失神 连波哥夏呢 都在跌 对不对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全世界 说不定就能一个人看对行情 而你们再看清楚 光是在九月份 政府激进了代操 九月完败 什么叫做完败 就是所有的代操 通通都赔钱 对不对 赔掉多少钱 赔掉了265亿 完了七月也放空 八月也放空 九月也放空 十月也放空 他光是在九月 输掉了265亿 我请问各位 那到了十月呢 岂不是还要输了更多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行情 没有大家所想象的 那么样的一个单纯 那么样的简单 那么样的容易 而且我再告诉各位 这一波想要放空 谁能够像王娘一样 去代会员 放空到一档股票 而且连续十天 连续十天股票呢 都跌停满 而且是天天跳空跌停满 你们大家都知道 王娘代会员 放空过康友 对不对 今天的康友呢 一开盘 又是跳空跌停满 一开盘又是跳空跌停满 这一波呢 已经杀出了十根的跌停板了 如果你问我空单补了没有 我要告诉各位 还没有 我让我的会员 每天眼睛一睁开 就赚到十% 对不对 每天盘呢 都不用看 也赚到十% 每天不用紧张兮兮的 静静又出出 一样赚到十% 对不对 这不要叫做股票 有那个名 还是没那个名 你先去看看 这一次我要放空康友的时候 尽管哦 当时股价呢 还在整理 尽管呢 后来股票呢 还拉上去 我请问各位 这个行情 它是多头还是空头 大盘后来 是涨上去还是大跌 如果这个盘崩了 那康友的股价 你拉上去 结果是什么 结果只有一个 对不对 结果呢 就是自身难保 结果呢 就是跌的 比其他的股票 还要来得更惨 这证明了一件事 今天你投机炒作 或者你拉上去 都不会有好下场 那各位想一想哦 如果康友拉上去之后 是这样子跌 那么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其实呢 有没有一些高价股在涨 当然有啊 对不对 那这些高价股在涨 有没有可能未来 产生类似像康友 这样的一个走势 类似像康友这样的股票 我跟各位说 我已经锁定好了 你们再看下去 我们要放空康友的时候 在节目当中 告诉过各位 对不对 所以我是全场 唯一一个 能够顺利带会员 去放空到股票的人 那么当康友的股价 跌下来 各位想想看哦 现在有没有 其他的高价股 过去的这两三天 他特别强 他涨的特别多 他还能够锁涨停满 问题是整个大趋势是向下的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逆天形势 终究要遭天前 这就是天前 当他们在崩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在涨 对不对 康友是不是在拉 逆天形势 终究会遭到天前 而这个盘如果 将来一样是空头市场 现在拉上去的股票 他终究呢 还会再跌 所以我刚刚 跟大家说过 你们现在看到 有高价股 他在涨 他涨了越多 他的本益比呢 就越高 对不对 所以利用这个反弹 我会协助大家 出清持股 而且全面放空 高价股 高本益比 高融资 还有投机炒作股 这就是我下个礼拜的 工作重点 下个节目回来 针对呢 王良所放空的股票 针对王良 如何去找到这些股票 如果你想要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在上一个阶段 王良有告诉过各位 我认为这个市场呢 到目前为止 整个散户的状况 其实呢 是相当糟的 对不对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其实呢 这个行情反弹上来之后 接下来追加的力道 会越来越弱 涨的股票也会越来越少 可是我们却发现 发现这个当冲呢 却越来越旺 对不对 光是在昨天 上市会当冲的金额 高达566亿 高达566亿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 去从事当冲 我请问各位 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是越赚越多 还是越输越多 输到没有钱了 才去做当冲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现在整个市场 参与者的状况 对不对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一点 你就能够体会 为什么 王良认为这是空头 为什么王良认为 反弹之后还会再跌 你们再看下去 10月的股灾 让股神巴菲特也失神 对不对 那各位想看 在今年的10月 王良的表现 有没有全世界最神勇 王良放空了三个月之后 这个盘跌了多少 跌掉了1673点 对不对 我已经创造出了 没有人能够打败的操作记录了 而且我告诉各位 其实这并不是呢 王良的最佳记录 我打算要超越自己过去的记录 我还定定了一个更大的目标 我要告诉你们 如果你真的想要赚到大钱的话 你真的想要翻身的话 应该是呢 在空头市场的时候 累积你的实力 然后呢 保有大量的现金 然后呢 在真正的底部来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你买下去的股票 它可以涨完五成 还有五成 涨完一倍 还有一倍 我问各位 如此一来 你是不是才能够赚大钱 发大财 对不对 而这一切呢 是需要时间的 这一切呢 是需要规划的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在今年的9月 政府基金代操 9月完败 也就是说 不用等到跌1673点 他们就输了265亿 那如果后来又跌掉了 1673点 那这些政府基金的代操 岂不是还会输更多 对不对 王娘讲什么道理 如果这个市场 你放眼望去 全部都是输家 你放眼望去 每个人都希望 反弹上来之后 可以卖股票 我问各位 那这个行情 它怎么可能会是多头 所以我告诉你 反弹上来之后 王娘要做什么 你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这两天想办法 把电话拨通 利用反弹 王娘即将要协助大家 出清持股 而且我会全面放空 高价股 高本益笔 高融资 还有投机炒作股 你们想一想 我讲了高价股 高本益笔 高融资 投机炒作 这几个特色 有没有集中在 一档股票的身上 哪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 就是康有 对不对 康有的融资使用率 几%你知道吗 70% 70% 你想一想 这些融资 难道是散户用的吗 我跟你说 这个康有 据说有大股东 去直押 直押股票给银行 对不对 那他的股票所在银行 把钱搬出来之后 他要做什么 他当然有可能 再下去买股票 如果他买股票 为了这一个买更多 他必须要使用杠杆 所以就要使用融资 可是如果这股票跌到 融资也要断头 跌到银行也要给你断头 跌到现在还分盘交易 跌到没有人敢买的时候 我问各位 他岂不是天天跳空跌停板 对不对 我当时就看出了这一点 只可惜 我跟大家说的时候 没有人在意 对不对 我在放空大江的时候 我在放空详硕的时候 我同时也在放空康有 你们还记不记得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当时是不是告诉过各位 我已经锁定了这些股票 你们再看下去 康有今天一开盘 又是跳空跌停板 这个波段总共杀出了 10根的跌停板 可是你们可以想象 还会有更多的跌停板出现 对不对 因为根本就卖不掉 现在不是省户要卖而已 不是现股要卖而已 如果银行也要卖呢 如果券商也要断头呢 那9月4号的时候 那当时股票跌的家 你们哪一个人看得出股票会跌 结果娘为什么这么努力 我绞尽脑子我在想的是什么 我在想的就是一个 能够赚大钱的机会 而且这个机会 还不是在跌的时候 你才能够得到 还必须要它涨 你才能够得到 对不对 所以我娘带会员去放空康有 结果一口气呢 从538跌到了189块钱 189块钱 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各位 今天有很多的股票反弹 而这些股票的反弹 一定是相当多的 投资朋友心里面的痛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做多产赔 有些人呢 在大盘跌到9400点之后 去放空又赔 对不对 而有些股票老师呢 我跟你说 有些人是去用拔的拔去 对不对 这样拔两次而已哦 可是有很多的股票老师 他不是拔的拔去的 他是拔的拔去 又拔的拔去 是不是 去用拔三次拔四次 而且呢 还会继续被扒下去 各位知道吗 现在这些股票反弹上来了 我认为确实会有卖的机会 确实会有放空的机会 你们刚刚都看到 康有 今天他如果不涨 你也没有机会放空 对不对 那你们看到康有的股价呢 涨上来之后是这样暴跌的 为什么 因为逆天形势 终究会遭到天前 这个盘如果是空头市场 你硬去拉股票 结局就是这样 硬拉的结果就是这样 逆天形势 终究会遭到天前 当时股票在涨 大家多虚拔 是不是 那么康有跌下来 我告诉你哦 在今天 华兴科拉到涨停板 国据拉到381 这个应该去追吗 包括穆德拉到了352 包括郁金光拉到238 包括呢 环球金拉到了294 这些股票都还有价 对不对 包括美率拉到143 包括核金拉到了34.2 那这一波华兴科的股票 跌下来之后 它产生了反弹 出现了一只两只的涨停板 对不对 今天涨停板哦 可是涨停板之后呢 它整个大的趋势 因为涨这几天 它就扭转了吗 它就改变了吗 可是有没有人 在400块做多华兴科 大赔了之后 在119块去放空 结果呢 做多也赔 放空也赔 可是涨上来之后 我告诉各位 就像你刚刚所看到的 康有一样 华兴科 还有呢 国具 这都是会有卖点 都是会有空点的 包括木德 还有呢 包括玉金光 我跟各位说 涨 其实对我是有利的 因为我想要放空 我需要价位 我喜欢它们涨 包括像环球金也是一样 还有呢 美率 或者呢 像这个合金 其实这个行情 它目前还是在一个空投市场里面 所以大家不要被这几天的一个反弹给冲分头了 如果你看看大盘的月K线 其实你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们今天要赚的是一个大钱 对不对 我们今天真正要的是像3411 3955这样的买点 不然你在股票市场这么拼命有什么意义 我希望能够带会员买完的 是可以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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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会员能够赚到五成赚到一倍 让股票可以涨完五成 涨完一倍 对不对 如此一来才有意义 而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跟他说 跌界所以流来流去 我问你 意义在哪里 我有很坚定的操作方向 所以我才能够去放空到康友 对不对 杀出了一只两只 然后呢 三只 四只 再来呢 五只 再来呢 六只 再来呢 七只 再来八只 再来九只跌停满 跌完了没有 还没有 今天出现第十只的跌停满 现在叫做股票 从538 一口气呢 杀出了几根跌停 一口气 一口气杀出了十根的跌停满 跌到了189块 而你们不要忘记 像这种高价股在跌之前 它是先涨的 对不对 然后累积了庞大的向下的动能 当这些负面的能量爆发 股价呢就大跌了 对不对 所以当你看到康友是这样 我跟各位说 下个礼拜很重要 我利用反弹 会协助大家 出清持股 还有呢 反弹上来咯 我要全面放空 高价股 高本益笔 高融资 还有投机炒作股 如果你希望 王良带你出清持股 如果你想要 跟着我一起来放空高价股 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前十名 把电话拨通的人 王良给大家 一个最大最大的优惠 最后祝各位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下周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